是有一个回忆就不见了 摊位空空荡荡 铁卷们也拉了下来 这里是日月潭玄光寺码头 原来92岁的阿婆 即兴盛衰竭8号过世了 我们是昨天到的 但是就是不巧 阿婆过世了 很可惜啊 因为我们来日月潭的 三分之一的目的 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 为了阿婆来的 阿婆卖的茶叶蛋风味独特 卤制加入了红茶与香菇 是很多来日月潭的游客 爱吃的美食之一 如今阿婆过世 家人都相当难过 阿婆的先生情绪很低落 因此决定茶叶蛋要暂停营业12天 会坚持下去 跟她的手工传承 阿婆的儿子说 家人决定还是会延续 阿婆茶叶蛋的精神 办好后事之后 预计9月21号会再重新再营业 继续让阿婆茶叶蛋 在日月潭飘香 华氏新闻林静凤 张志峻周大祥 南多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